大家好,我是梁医生 很多的人都有胆结石或者是胆囊炎的问题 但是呢,很多的人不知道 如果说不做手术的话 我怎样用药保守治疗才是最有效的 那我今天呢就教你胆囊炎和胆结石的一个正确的用药方式 首先呢,你得先了解 为什么会得胆结石或者胆囊炎 如果你不了解,你光去用药 你放心啊,你是完全没法控制这个疾病的 那很多人都说呢 就是因为不吃早饭才会得胆结石 但是呢,到现在为止 还没有证据能表明 不吃早饭的会得胆结石这个说法呢 是成立的 那么,为什么会得胆结石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啊 是因为你吃的脂类的物质过多 因为呢,你的身体过于肥胖 就会导致啊,你的肝脏啊 分泌胆质的时候就会分泌过多的胆固醇 那胆质中胆固醇过多了之后 在胆囊中就特别容易会吸出形成的胆结石 那结石呢,就会越来越多了 所以说呢,你想要去控制胆结石的问题 去调节胆囊炎的问题 最重要的就是啊,首先要减肥 第二个呢,要少吃油腻的食物 第三个呢,要少吃啊,这种高碳水化合物 就是呢,这种精致的大米饭啊,馒头啊 你得少吃点 多吃蔬菜,多吃水果 多吃呢,高蛋白的食物 那少吃呢,这种油腻的食物 少吃一些呢,这种精致的碳水化合物 多吃粗粮,才是呢,去控制胆囊炎的一个比较重要的方式 那第二个点呢,很多人说 那我不吃早饭,是不是呢 也不会得胆结石了呢 其实呢,我认为啊,就是 不一定是不吃早饭的问题 而是啊,你这种不规律的吃饭 比如说呢,我今天吃早饭 明天不吃早饭 我今天吃中午饭,明天不吃中午饭 我今天中午饭吃的特别油 到了晚上呢,我就吃的特别清淡 这种非常不规律的饮食和波动 就会导致啊,这个胆囊排空和排泄啊 出现这种障碍 那胆囊的这种蠕动和排泄的障碍 是导致胆结石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那第三个呢,还有啊 就是这种突然减肥的人 就是我以前呢,吃的挺油的 我最近呢,就是吃的特别清淡 吃根黄瓜吃个鸡蛋 那这种情况下导致啊,这个胆汁呢 没法排出胆汁淤积 就会导致胆结石 非常多的这种啊,突然减肥 突然的控制这种能量摄入的这样的减肥啊 就会导致胆结石的问题 那最后呢,就是说细菌感染了 所以说这种情况的话 我们就得去杀菌了 很多人说呢,这个胆囊炎又是怎么回事呢 正常来说,慢性的胆囊炎 有90%以上的人呢 都有胆结石的问题 非常多的胆囊炎呢 是因为胆结石的一种并发的胆囊的炎症导致的 所以说呢,你想要治疗胆囊炎 最重要的还是治疗胆结石的问题 当然呢,也有非常少数的人 就是一个纯粹的一个胆囊炎的问题 那我们呢,去治疗胆囊就可以了 那胆囊炎胆结石怎样来正确用药呢 其实非常简单 你仔细听,一定能学会 首先呢,西药的话 最常用的就是熊去氧胆酸 那么它呢,在医生的指导下来进行使用 使用的疗程呢,最短也是要6个月的 那中程药的话就分为两大类 你看你是哪一类啊 那其实也很简单 第一类呢,就是叫清热利胆排斥 第二类呢,叫蔬肝排斥 它们两个有个特点,一个上火,一个不上火呀 那第一个,这种清热的它一定有火 最简单的,你看舌头 舌头颜色发红,舌头颜色发黄的 一定就是用第一类清热的 对于呢,那种经常口苦的,口臭的 脾气特别暴躁的 甚至有些人便秘的,烧心反酸的 这一类的人呢,就比较适合呢 用这种清热利湿的 那第二类的,它的表现啊 主要是不上火的 以这种啊,肝胆淤质 肝气淤质的这样的问题为主 那这样的人啊,经常爱生嫩气 碰上事儿,不容易发脾气 就闷在心里,不说出来 并且呢,看舌头 舌头不红,舌太呢,也不是特别的黄 只要呢,火气不大的人 我们就用这个,叫做胆食利通片 那这个药物呢,以舒肝利胆排斥为主 效果就比较好 那我们呢,就选择两个 这样的药物,你看你是属于哪一类 搭配了一个熊群羊胆酸 效果就比较好了 那如果呢,你的有胆囊炎的问题 已经激发了这种胆囊炎 那我们呢,再加上一个呢 如果你火气比较大的话 就可以用一个药,叫做消炎利胆片 如果说呢,你啊,出现了大便密节的情况 那再加上一个叫胆宁片 这个胆宁片呢,它的第一位药就是大黄 它的那个这个通泄的效果呢 比较强一些 如果你容易拉肚子,就别吃了 如果你不容易拉肚子,容易便秘的 这样的有胆囊炎胆结实的患者 用这个药,效果就比较好了 那我们再来总结一下 其实很简单 西药,熊取氧胆酸,容易上火的呢 搭配上一个呢,叫做利胆排石片 如果不容易上火,容易生闷气的人呢 我们就用一个胆石利通胶囊 那如果呢,你现在已经有炎症了 出现了这种啊 我们的右侧肋区的这种疼痛 积累区的疼痛 甚至呢,像这个右侧肩胛部这种放射 出现了只要一吃油腻的 就会出现不舒服的问题 恶心的这种问题 炎症比较重 我们就可以搭配上一个消炎利胆片 如果呢,你发现自己开始便秘了 口苦口臭的特别明显 热特别明显 再搭配上一个叫胆凝片 这样的一个用药的话 就是一个比较常用的中西结合的 我们用保守治疗来治疗胆结实 或者胆囊炎的一套方案了 那么胆结实呢,能不能完全化掉呢 如果用药物的话,比较难 但是呢,我们完全可以呢 去恢复了一个比较好的生活习惯 去控制你的饮食 那么再加上呢,常用的这些药物 你虽然说胆囊里面有一点点结实呢 但是它没有症状,不发作 那我们就达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保守治疗的一个目的和效果了 你也不用非得把这个胆气势化的一条都不剩了 其实呢,有点不太现实的 那么最后,那到底适不适合呢 应用这种保守治疗的话 当然一定你得先去医院里面 让医生呢,给你检查一下呢 这个胆囊 看看胆结实的大小 位置,胆囊的这个状态 医生说,你这种情况还能保守治疗 那你就用 如果医生说,必须做手术了 当然呢,还是需要听从医嘱来进行呢 这个正规的治疗 好,本期课程到此结束 更多健康知识,请关注我